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29之后就应该停住 甚至就应该有央行把它往下坐驾 拉回贬值的压力 可是今年看起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事实上大家稍微回想一下 去年12月年底要封关的时候 照理来说外资要去放耶诞长假 整个台湾的股汇市应该交投平淡 可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美元指数呈现了弱势贬值 那这个就慢慢反映出 现在其实全世界的热钱在找出口 在找出口 那台湾当然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优势 正在汇率市场角度来说 过去央行因为有彭淮南彭神坐镇 所以外资比较不敢太大张旗鼓的炒汇 可是因为我们的彭总裁到今年的2月 任期满了要退休了 所以现在看起来外资这一波热钱 积极的向众台湾市场 那另外来看的话 台湾如果说把过去10年以上的长线汇率 拿来跟国际市场尤其是亚洲铃金国家比一比 其实我们新台币汇率相对还是委屈被低估的 我曾经看过一个外资报告 甚至认为台币应该合理的价位 现在应该是站在26以上 那以上这种种其实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现在整个台币 其实你也不要去猜它到底会升在哪里 是一个满足点 重点就在于国际的热钱 源源不绝的流到亚洲市场 那有相当大的比重 尤其是锁定了台湾 台湾的汇市 那进来汇率之后 当然它不会只持有新台币 它还懂得去买股票 因为台湾的股票有高值利率的特色 而且因为外资持有的权重最高 它相对能够控盘 掌握住这些全值股跟指数的方向 那我知道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其实常常会被媒体的一些新闻报导 影响你的判断 每次讲到台币升值 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 汇损 第二个会想到什么 电子股走落 对不对 好我今天带一些资料 跟各位朋友分享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台湾历史上 上市贵公司的确有几次 比较严重明显的汇损记录 那包含最近的一次 就是在去年的第一季 当时台币升了6.4% 全部的上市贵公司 汇损金额是达到了478亿 那么占所有上市贵公司的获利比重 是10.3% 那简单来说呢 去年的第一季台币狂升了6% 把所有上市贵公司的获利吃掉了一成 吃掉了一成 那这个比率当然是很可怕的 因为光光是一个汇率业外的损失 就让你的获利十分之一不见 这当然是蛮严重的 可是呢 毕竟要升到6% 那个在历年来说 也是蛮少见的幅度 那我们再往下看呢 包含2010年第四季 台币升3% 那一次的汇损也蛮大的 占了9% 16年的第三季 台币升2.9% 汇损占5% 08年第一季 台币升6% 汇损也占了9% 那所以08年的第一季 跟17年的第一季 整个台币升幅跟汇损的占比 还蛮接近的 也就这两次 还蛮接近的 那到了2016年的第一季 台币升2.4% 汇损占比4% 所以大致上我们这样看好了 以今年第一季目前为止 台币走升 不过当然没有升到6%的幅度那么大 所以如果以大概2到3%左右的一个幅度来预估 上市会公司的汇损 应该不会超过总获利的5% 不会超过总获利的5% 那这个幅度 其实只要大家心里面已经有所预期了 那股价应该也会提早反应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太负面去看待汇损的影响 那只要避开一些 过去常常是所谓的汇损地雷的一些公司就可以了 但反过来说 其实比较正确的看法 我们拿一张走势图 让各位把台币跟大盘加权指数的关系看清楚 红色的部分是台币 往下代表是升值 往下是升值 蓝色的部分是大盘的加权指数 往上当然是代表上涨 那我们说现代的指数创了28年来的新高 可是各位看 其实从2016年开始 我所指的这个地方就是2016 那2017 过去这两年以来很明显的 台币在升值的趋势当中 而大盘指数不但没有跌 反而出现非常强劲的多头 而且是长多的走势 这就代表说 其实国际热钱进来 带来所谓的资金行情 那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资金堆砌的 所以你们其实要把汇损的因素 先建立正确的认知 它不是那么全面性的 也不是那么恐怖性的严重 那反倒是热钱进来的时候 多数台湾的上市贵公司 尤其是从整个大盘来看 反而成为受费者 因为资金源源不绝地买股票 进一步来看 在上一次美元升息的过程里面 也就是2004年6月到2007年8月的时候 美元连续升息 总共从头到尾升了4.25% 那当时美元指数是呈现下跌的 跌了9.27% 讲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像跟你第一直觉的想法不一样 以往常常会觉得说 如果一个货币升息 那这个货币应该也会升值 会转强 结果其实不是 历年来的经验都可以看得出来 当美元连续升息的时候 一开始美元会走强 可是接下来美元继续升息 继续升息 但是美元指数反而会下跌 那美元指数一下跌 就代表资金开始流出来了 那对于台币 对于亚洲货币自然是受贿 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一次的 美国美元升息的循环过程里面 台币出现升值 而这一段期间大盘指数是狂涨了49% 那现在当然呢 美元又处在另一次 新的升息循环里面 那蛮多市场上的总金专家预测 今年美元应该会升三次的幅度 甚至不排除上看四次 所以代表说 其实美元如果持续升息 那美元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转弱回贬 那我认为整个资金潮 它现在还没有踩煞车的迹象 那这种资金行情 就是最值得要来把握的 在股票市场当中 你说要看到大多头行情 不外乎要靠景气 不外乎要靠资金 就这两种 基本面跟资金面行情 那这两种来说 其实如果是我 我更喜欢第二种资金面的行情 因为资金行情通常 它会比较多元化 它不是只在看一些大型全职股 高职率或业绩的股票 很多小型股 转机股都有发挥的空间 都有大涨的条件 而且很容易你只要抓对一个波段 也不用多久 可能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 就能够赚到五成 这就是资金行情的特色 那当然涨到这里 我想因为也快要封关了 那大家总是会想说 封关前要怎么操作 那行情创28年高点 会不会过热危险 那我给各位看一个客观的数据 过去台币如果出现波段升值的时候 台股指数会怎么表现 那这个观察的时间 长达了20年的时间 20年以来 那我们看到 在2002年到04年的那一波 台币从35.26升到32.75 升7% 而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外资买了6802亿 把台股拉上来大涨了85% 好 接下来我们往下看 05年10月到08年3月的时候 台币升到29.95 升了11.39% 这一段时间外资买超破兆 整个台股涨了61% 再往下看 09年3月到11年 台币升到28.47 28.47 升了19% 同时间外资买了8000多亿 指数涨了一倍以上 再来我们就看这一次了 从06年开始到目前为止的台币升值狂潮 台币现在来到了29.3附近 升值幅度是13% 那以这一次台币升值的幅度 或者说所看到的升值的高点 29.3最接近的两次 就是在上一次跟上上次 分别是28.4跟29.95 各位在前两次的时候 外资分别买了1兆跟8000多亿 这一次买超还只有5000多亿 而大盘的涨幅只有48% 简单来说这一波的台币 如果你把它视为是一个 国际热钱的领先指标 台币狂升 或许升完之后 你才会看到接下来外资 大动作的持续买 因为台币是走在前面 你要进来买台股之前 你总要先把钱汇进来 所以台币会先升 那就这一次台币所升的点位 来到29.3附近 跟过去经验相比 如果台币你看到了29或28的时候 整个外资在波段 它的买超金额是可以高达 8000亿到1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 外资包含去年的买超 或者说元月份的买超 应该都还没有达到 真正的满足点 还有很多的资金 在后面排队 还没有买完 那整个大盘的表现 也还没有真正进入到压力区 指数在外资持续的涌入的状态之下 应该还有续强的条件 那当然外资后面的热钱 进来之后他要买什么股票 你们不妨猜一猜 想一想 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 大家对台币甚至有两个迷思 一个常常会认为说 台币如果很强 那台湾会有很严重的汇损 那另外一个大家常常 会挂在嘴边去讲的 就是媒体最常拿来当新闻标题的 会讲什么 电子股应该会跌 因为电子股听起来好像最怕汇损 我今天带来一个客观的统计 把最公正的数据 让各位好好看清楚 事实上当台币如果升值2到3%的时候 台股不管是大盘或各类股 平均报酬的表现 以整个大盘来说 其实平均会涨7.3% 这个无庸置疑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台币升台股会涨 那在各类股部分 我们看到金融股平均可以涨5.9% 传产股平均也可以涨到7% 那数化股尤其像台硕家族 涨幅更是高达8% 但是最需要你去注意的 去厘清的反而是什么 电子股 电子股反而也可以涨8% 并不是下跌 所以台币升值的时候 你不要畅衰电子股 如果你因此太早卖出一些 后面会大成长的电子股 你会少赚很多钱 会很可惜 所以这边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台币在升值的条件之下 外资的热钱将会源源不绝的进来 那目前呢 在台股的买超的 不管金额 或者说就指数的表现 我认为都还没有真正达到 中长线的满足点 而且台币在升值的时候 汇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不管是大盘指数 或电子金融 传产 塑化 其实都有发挥的空间 所以最重要就回归到个股 你要怎么去选股票 大型股有机会涨 那中小型个股呢 其实在资金行情之下 涨起来更快 那我们看好什么样的中小型个股 后面会有爆发力呢 广告回来跟各位分享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其实摊开外资 对台股的买超动向 有两个重要的结论 大家认真听清楚 我们把最近十年外资 对于集中市场 跟贵买市场的买卖超变化 去做了一个抽丝剥茧的分析 当然集中市场 比较象征代表的是大型股 贵买市场代表的是中小型个股 各位看一下 这张表是外资这十年来 对集中市场的买超金额 我们可以发现 08年因为金融海啸 外资是卖超的 2011年有欧债危机 所以外资也是卖超的 除此之外 10年里面有8年都是买超 值得留意的是 在这8年的买超年度里面 外资平均买超金额是2500亿 而且它从来不成 连续三年买超大于2500亿 似乎外资对于集中市场 会有一种 如果这一年买多 隔一年可能就会买少 最多连续大买两年之后 第三年它的买超一定变少 会呈现有点这种高低起伏的现象 比方说我们看到 在2014年的时候 外资买了3500多亿 2015年马上缩水 只剩400多亿 2016年又买超了3000多亿 可是去年只买了1000多亿 这是针对集中市场 那我们再往下看 外资对于贵买市场 同样在10年的统计里面 眼尖的朋友应该发现了 只有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外资是卖超的 此外全部都是买超 那在买超这9年里面 外资平均买超的金额是268亿 而最近的5年 从13年开始 每年的买超都超过历年的平均 都超过历年的平均 那特别值得留意的结论是什么 来我告诉各位 如果你刚才仔细观察 你应该会发现 第一个 外资对于中小型股的买超 力道更强 而且更有延续性 也就是说 它不会一年大买 隔一年就缩手 它反而会连续买买买 甚至越买越多 那第二个呢 只要遇到国际盘不稳的时候 或者是全职股相对比较贵的时候 那隔一年 它反而会积极去加码小型股 怎么说呢 这什么意思 我刚才是说过 外资对于集中市场的卖超只有两年 一个是08年 一个是11年 那08年金融海啸 不管是集中市场 或者是贵买市场 都是卖超的 可是2011年 欧债的时候 欧债危机 外资卖超集中市场 可是你看 它对于贵买市场继续买 那还有2015年 外资的买超金额 是不是比前一年大幅缩水 因为2015年就是上一次 攻上万点 大家还记得吧 2015年的时候 有两天的万点行情 所以那时候万点之下 当然全职股相对也比较高 可是2015年的时候 外资对贵买市场的买超 比前一年还多 有没有发现 比前一年还多 所以这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一个重要的结论 国际盘不稳 或者是全职股比较贵的时候 它反而会积极加码小型股 好 重点来了 2018年 你想想看 现在大家说 行情好像有点热 创28年新高 那你想想看 如果大盘指数在相对高档 全职股变贵的时候 外资它会想买什么 被低估的中小型个股 好 那也有人说 今年国际市场恐怕不会一帆风顺 美国生息加缩表 那甚至会有一些地缘政治风险 像北韩或中东的问题 那如果国际局势 真的比较动荡的时候 那你认为外资会往哪里买 中小型个股 而且是具有题材的中小型个股 所以把这个结论综合起来 我们就发现 今年在操作上面 我不会花太多的心思 去预测指数要涨到哪里去 我更不会把我赚钱的机会 跟希望放在靠大盘指数 能够一直创28 29 30年的新高 我不会 我会去更积极地去寻找 哪些股票是被低估的 哪些股票 后面有很强大的题材支撑它 尤其是中小型的个股 那找对股票之后 要怎么样赚到够多的钱 要怎么样赚很多很多的钱 有一个前提 你买股票不要分散 不要分散 集中集中再集中 绝对不要分散 千万不要分散 一定不要分散 集中集中再集中 买股票你要赚够多的钱 你要赚很多很多的钱 集中集中再集中 你要懂得 把资金集中在一起 创造威力 一个股票你不必呢 从低点一路抱到高点 整段全部想要啃光光赚光光 不用 不用 一档股票 如果呢 你买的数量很少 你就算很会做 从最低做到最高 你真的赚了钱也不会多 你要怎么样赚很多 我所有认识操盘的高手 从股票市场致富的朋友 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要诀就是 集中 集中 再集中 把资金集中在看好的标的 抓住这中间最甜蜜的一段 就像吃甘蔗一样 去头去尾 抓中间的那一段 最甜蜜的那一段 把那一个波段 掌握住 赚完一档股票 你就再换下一档 那你说后面还有一点高点 创高 没关系 留给别人赚 那你也不用买最低 因为买最低有时候呢 你布局太早要等很久 你买在呢 他准备要发动攻击的时候 一上去一冲 短线 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就是一个波段 就是这样做 那后面的利润空间 留一点给别人 把资金永远放在最强的 最看好最有把握的 一档换一档 你看今年以来 我们回顾从今年 1月到现在快要过年了 温昌老师所带给大家股票 试心 是不是呢 就符合我讲的 最甜的一段 如果你买很早 也许你可以买比我更低 可是呢 你要等很久 买在期账点的位置 一个波段上来 两成的获利 不是特别棒 不是特别高 可是如果你有100万的资金 你100万全部进来买试心 就赚24万 没有很长的时间 不到一个月 24万 那你100万赚24万 你有124万 再来做下一档股票 如果再赚两成呢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滚出你的获利 像全新光电 短时间之内也涨了15% 那另外呢 达麦 我们甚至呢 跟各位 讲到他的产业情景之外 还告诉你 可以呢 用分段方式来操作 那第一段 有18% 第二段 甚至超过两成 创下呢 100元的新高 那另外你看 戒铃 前面打底的时间 是非常久 或许呢 这个地方 你说这个是最低点 但买在最低点有用吗 没有用 因为呢 后面还给你整理一个半月 就算当初又买在最低点呢 可能很多都早就被洗光了 但是你真正买在呢 突破之后的转强点 是不是不到一周 就有22% 同样的概念 如果你资金不多 100万在做股票 你全部集中在这里 是不是呢 100万赚22万 那赚完之后 后面 震荡 创高 都不管 那都不重要了 你只要赚到呢 最有效率的那一段 再把你的资金 按照这个节奏 去找下一档 最看好 最有把握的 很快的你的100万 变122 122会变150 150会变200 做股票就是要这样子 小钱才能变大钱 如果你100万 还分散个五支股票 十支股票 然后这边买一点 那边买一点 那有的赚 有的赔 那涨的也涨不多 然后又想要卖在最高点 那买的又想要买在最低点 那样做股票又累 又没有成就感 赚不到钱 好 那再让各位看看 我们在过年之前 整个今年1月到现在 介绍了股票 我不敢说每个都很标 可是呢 没有让大家呢 失望吧 蒙利也创历史新高 那甚至呢 当然转机股 就会更犀利了一点 那还有像这个台胜科 涨了41% 细晶元的产业 早就帮你掌握住了 中美金涨了22% 那转机股的部分 就更标了 像达运 涨了49% 像光照 涨23% 创新高 像利台 也涨了23% 创新高 所以呢 做股票 你只要呢 有正确的方法 一档接一档 很多的机会 会等着大家 那你希望今年 年底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收获 获得多少的财富 由你自己决定 只要你有决心 跟上我们脚步 我也要老师 在过年前 会好好帮大家看一下 你手中的持股 哪些过年前可以续报 哪些该卖该换的 让我们的团队 来好好的帮各位做规划 威杨老师亲自帮你做持股诊断 那年后呢 带大家有一个最丰收的金狗年 祝大家操作顺心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我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定次负投资风险 察一扫乎 我们很明显第三〟 断定озможно